很少跟大家出來介紹我的Maker 那Maker其實是一個專門為Maker 然後打造的一個平台 那我提供了不只是官網上的內容 我們會定期出一些Maker相關的報導之外 我們定期在這邊或是南港IOT類 或是長安東路上的一個環安銀行大樓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工作網 分享會有講座之類的活動 當然都是為了Maker而做的事情 那我很好奇的是 因為我們從今年的4月開始 已經在這邊分享 在這邊已經辦了總共23場的分享會了 今天是第23場 那我很好奇的是 大家今天有第一次來的朋友 我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感謝你們來參加 因為剩下不到大概剩下沒幾場 還要你們有趕上一段時間 希望未來還可以繼續關注 在12月1號也還有一場的方向 好 那今天呢 仔細OK嗎 挖掉 挖掉 再停一下 那我們 怎麼的 電腦是Gemory比較好 不曉得 剛剛吃光切它就有的挖掉 那Gemory可以先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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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趕快 好 那我們留意 仔細需要一點調整的時間 那我們先請那個Gemory 來為我們介紹那個 HUMIX最近的發展這樣 那其實我跟HUMIX還蠻有緣的 我在 HUMIX是在第48期的台灣黑客森的時候 由Gemory跟他的團隊 然後在8個小時內打到出來的一台紙箱 智慧機器那樣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就在現場 我那時候剛好在當工作人員 對 然後他們出來NEMO的時候 全場整個是寬 寬生雷動 因為三菜脯 8個小時內 不知道是從 可能是從我們回收的 回收廠的紙箱拿出來的 不知道是怎麼弄出來的一個 就現場的 現場的材料 然後就打到出來 現在還可以動 然後還可以根據人的 人對他輸的話 有經常會發出同的量 真的是非常厲害的作品 那現在呢 跟那個兩年前的這個黑客森 已經經過了非常多的時間了 那我們今天要請Jeffrey來幫我們談談 這兩年的時間 HUNIX到底進步 進化到什麼地步 他到底多了什麼樣的功能 那讓我們掌聲歡迎Jeffre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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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那 之前 其實我先自我一下 在IBM 當軟體工程師 然後實際上我們 原本我們做這個東西 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 進來編輯 其實要再寫的是一些 潛入式系統 一些 vocation 配位的東西 然後去年 就是有參加在這個 HACKSON 在這個HACKSON裡面 其實我們直接去介紹 BOOMIX 然後花一點時間 然後覺得 大家都在做黑的手 那我們來切一些東西 那時候其實我們對 其實BOOMIX的平台很熟 然後現場又有一些材料 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把它兜起來 讓它變成一個弱環 所以 有點暗 不過 這是我們第一 第一個 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做的一個 化學 那叫HUMIX 那為什麼叫HUMIX 因為 HUMAN加BOOMIX 所以 然後 我覺得 唸起來 好像 聲音 又 又還蠻順的 所以我還是把這個化學 叫HUMIX 然後我們 去年HACKSON之後 第一個 去參加的MAKER活動 就是MAKER這月辦的活動 所以今天有 那種回娘家的感覺 不過也帶了我們的 性血來 就是到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請 新的夥伴跟我們介紹 所以 我今天會主要 HOPEN在介紹 就是我們後來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 接下來可以幫助大家做一些怎樣的化學 然後 就是在 然後就是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新的 所以我想要HOPEN在這裡出來 那我們現在其實 HUMIX 其實是一個 Software 的 robot的 platform 其實我們這個都是 open source 大家在那個 HOP上面都可以download得了 然後 如果你去找HUMIX 設定啊 機器人啊 你可以在Google找到蠻多東西的 也還有我們還有寫一些installation guide 教會一直以來從 一步一步從 HUMIX 從最基本的 Raspberry Pi 然後裝起來 那如果你這個 加上手的話 其實我們要兜一個 可以講話 眼睛會亮 然後會動的 會動基本馬達的機器人 半天的時間就可以搞定 所以 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有哪一些 基木這樣子的零件 可以讓你兜得起來 那我們現在其實定位還 算蠻明確的 就是 我們不是機器人 但我們 你只要有自己的HRWARE的話 我們可以去Drive Drive那樣的機器人 那我們也不是在雲端的 這些Cloud的API 但是我們是 Something to Train 讓你去可以Bridge 雲端的這些API 跟你的 Physical機器人 的這一段 所以我們是在這裡 所以用這個 我們其實可以做 你可以做工法 你也可以用來做 大家知道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 你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機器來做 然後另外就是 一些Smart Home Appliance 這個是我們現在 很有興趣的一個 一個領域 然後找Evison的Echo 對 其實我們12月 12月的時候 我們在Humix的community 我們就要帶大家 就是從頭到尾手做一個Echo 然後 你可以設計自己的邏輯 對 然後 這個是Humix Engavel Robot 我很快來介紹一下 所以我今天分了兩部份 第一個部份 就是我們現在做到哪些 然後它的應用大概是怎樣 然後我會再 帶一點 就是要記輸的細節 它到底是怎麼 湊起來的 然後有哪一些 原件 就像樂高的積木一樣 大家可以用 所以可以讓大家 想一下就是 你有沒有哪一些 誇覺 剛好可以review到 我們的這些 原件 然後 可以想想看下一個機器人 所以那時候 這個是在那個 Hack從台灣的時候 這應該是 我不確定這個是Pizza的盒子還是什麼 應該不是Pizza的盒子 應該沒有那麼快 但是現場就是有很多 不要的指向 然後那時候 我們把它弄成 那時候用的燈泡是 Philip的Hue 因為我們要控制它的油色 所以 Philip的Hue有些API 那在第一代這個機器人的時候 我們做這個version的時候 其實 它的大腦完全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它的software螺絲都在這裡 跟一般的機器人是一樣的 他往外去扣API 然後我們後來回來之後 回到公司的時候 其實後來還有很多的活動 我真的也幫他做了一個IPA 然後他有很多夥伴 你看 這次叫Omega 這次叫Alpha Alpha Alpha Alpha現在在北京 然後這個是在我們現在 這兩次在我們的Lab 那這個其實是 大概跟 這麼高的一個大學機器人 他很難帶的東西 那 那這是原主機器人 對 所以 他有一個特色 我們做的機器人 通常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會講話不會動 對 因為software真的不是很專長 不過慢慢的 我們也開始加入了一些 基本的馬達動的動的能力 但是 講話這個 然後配合camera這個 其實我們很OK 因為後來我們做了蠻多的functions 比如說 他看到你就知道 你說你是幾歲 你是男生女生 其實配合這個就可以了 其實配合這個就可以了 基於這些Information 他跟你的對話 就開始有點不一樣了 對 然後 然後後來我們 接下來又做了一個比較小支的 這支是3D Print的 這個其實是我們原本在IBM IoT網站上面找到的一個動作 我們覺得蠻可愛的 後來又想說應該要把它弄出來 所以就弄出一個3D Print的這一支 就是一個正方形的一個Cube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普通時候眼睛其實就是NEO Pixel LED 8乘以5 8乘以5 2片 所以 普通時候其實這是四個數字 放他在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在當時中用 但是你又可以問他一些問題 那這不是他鼻子 這也是camera 所以他也在看你 所以 給機器人眼睛 嘴巴 還有很多 其實是我們 如果把各位共同的特色 必須要有這三個感官的時候 他才可以有更豐富的 跟人互動的地方 然後 這支我們那時候 也帶到蠻多地方去 讓他去玩 那 接下來還有 從那個Version之後 我們就繼續再加了很多 像 這個其實是 我普通的時候都放在家裡面的 那 等一下 如果 我開看看網路有沒有 可以讓他看一下 這支其實是玩具反抖成嗎 的殼 然後 這個機器人 你不能說到機器人 他就是Batmax 他買回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的 他的左手會轉四個角度 然後 我每轉一個角度 他胸口的換燈片會換一張 然後就結束了 對 然後 你就覺得 這殼真的還不錯 但是只有這麼弱的功能 真的是 太可惜他了 所以 我爬回來給我女兒玩了 大概五分鐘吧 然後 他放在旁邊 開始不玩的時候 我就開始解剖他 哈哈 從肚子這邊可以打開 然後把他裡面的整組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他像 現在這一支 他們頭上有個 NEO Pixel的LED 可以換燈 然後這邊 我試過很多CAMERON 所以他挖了很多洞 不過他也是用Pi的CAMERON 很粗 然後前面有一個Pi的TFT LCD 然後他的腳其實是 他把那種小的腳 剛好塞了進去 他的腳 所以 他的 他的麥克風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講話 他普通的時候 看就是 那就是一個燈 燈跑 不是一個石頭 然後 但是你可以從網路上 可以播各種東西 到他上面去 所以你要打文字啊 然後你要播影片啊 都可以 好 我先看看我們 我們要看這一個 好 我覺得 我要把它編成一個影片 這是 他是 我有一個親戚在日本 所以這是 拍這影片是祝壽用的 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所以你看 原本從時鐘 然後從網路 推一個文字 直接接YouTube 好 反正就是基本上 你看 你想要push什麼東西都可以 你要換圖 然後 所以 比如說你要送一個 你 心愛的女友 一個東西放在辦公室 然後你要在手機 push一根圖給他 或什麼 其實都可以 他不用說就是死中 好 他 快要可以動了 因為 這邊我已經幫他設計一個3D print的架構 所以至少他到時候可以跟著你看 所以是沒有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過有一個畫學叫做櫻木 這是3D print的一個robot 實際上這也是我們做的一個demo project 所以一樣的東西 Raspberry pie放在裡面 LVD放在裡面 然後麥克風 speaker 然後在動的時候他就會講話 沒有他在講話的時候下巴就會動 然後 講到比較驚訝的東西的時候 他眼睛也會亮起來 換不同顏色的燈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在做的畫面 不過最近在做的畫面 是這個 這個我今天要帶來現場的demo 不過因為 碰到AIC Megar Innovation Center 那邊做demo 展示久了之後 我發現今天 今天早上 在看了 要帶來之前 我發現他的整個 因為這 大家知道這個是3D print 他是用3D print的print出來 所以 他看起來其實蠻像金屬做的 實際上他是3D print 應該有那裡 心中心理 創新 創業 數位 文化與設計 位子 大核心 其內透過提供多元化的數位設計 資訊與活動 其他年輕人 創新很好 為台灣創業設計產業 斷入國際能量 一些信心 是為經濟時代的挑戰 呼呼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去美國超新中心 可以看到這一支 他在松菸 松山菸廠裡面有一個 Innovation Center 準備交換 他那個tod換掉之後 他應該就可以復活了 就開始了 然後 前一陣子有跟那個AIC 他們就是辦機械人工作 以及 基本上就是用同樣的這樣的 Framework 但是每個人 會想到有這些不同的模組 他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這些 也有像 Moya 也有 然後 等一下 會讓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團隊來 Demo一下 他們做這個松菸機器 其實這個應該是 應用到我們的 Framework 比較靈靈靜 又有前面的DFT Panel 又有Mata 還有他們自己 有加入一些創意 把一些鬆菸的菸 點噴出來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 簡單來講就是說 有了這個Framework 之後 大家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基本上就是一個Software 然後我們甚至已經把 那個 Telpen需要的Software 燒在Pi 所以我們已經有一個 RexperiPi的Image 有那個之後 其實你只需要一個 能夠把 機器人的大腦放在 魚端的空間 你可以放在Poomix 放在Perof 都可以 或是你自己有一個 Amazon的魚 都可以 我們的架構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希望 機器人的大腦是 活在魚端的 那一個重點是 當它活在魚端的時候 你隨時都可以跟它互動 你可以用Facebook 跟它Talk 你可以用Line跟它Talk 然後它有問題的時候 也是會跟你 跟你回報 所以 它是一個Visual Programming的環境 它其實很多東西是用拖拉的 我們已經把那些拖拉的元件 該有的功能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你可能 拉一句話 接到另外一個節點 跟機器人就會講話 你只要把麥克風跟Sleep 可以接好就可以了 然後 或者是你對機器人講一句話 你就已經可以從那個Visual Editor的一個節點 得到你說的那個文字 所以文字轉 語音轉文字那段已經都已經包好了 你只要申請一個 像Speech Recognition 這樣子的 VPI無抗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就是 它是一個IoT的架構 IoT的架構就是 讓你的機械的實體 跟它的大腦形式分開了 你對機械的設計 都是在雲端做的 那它可以控制到你Local的人 比如說讓它講話 讓它手舉起來 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事情 都一樣 所以 即使機器人shut down 但是它的大腦其實還一直活著 所以你還可以繼續對它 做一些很多的Program 那 再來就是它是reusable software的module 所以其實我們真正在做的 不是在build機器人 玩一個單獨的個性 而是我們一直在開發 像 模組 就很像是大家在玩樂高一樣 那這個樂高 這個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如果把這個跟那個兜起來 怎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Maker 所以 你知道有一個 紅外線感應的模組 然後你知道有一個 LCD的模組 然後也有一個 LED的這種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 你就會去想它的combination 會是什麼 怎樣做出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在做的事情 有點是software的這一塊 所以 你有一個camera的模組 那我們有一個 你有一個camera的元件 不管你是用哪一種camera 那我們做的software模組 就是可以讓你比較常見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 detect人移動 然後或者是看到face 然後或者是說 從雲端我說 track這個face 當你對那個 那個camera的模組 叫它去track這個face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 你開始移動的 camera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出一些event 這個人向左 這個人向左 他就向右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去控制你的 那個馬達模組 叫它跟著走 然後你也可以從雲端跟他說 這個人 記起來 你記起來之後 他就會在local的 有一個model 就會把它記起來 所以我跟他說 這個不是jeffrey 那下次他再看到我的時候 他的local的image database 裡面就會有jeffrey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叫我 他一jeffrey 就見到你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都畫好了 在同一個架構裡面 所以 我現在在講的就是 比較架構方面 所以 我們有一個小腦 在所有的機械裡面 都有一個小腦 那 它裡面有一個 訊息交換的 一個box 然後你可以把很多 我們寫好的模組 插在這個box上面 基本上就是 放在排裡面 然後你一起來 這個所有的模組 就可以接到這個box裡面 然後被小腦 收到它的connection 那你要 譬如說我要寫一個 溫度的模組 我就說這個模組 是temperature 然後 我 收command 1 我收幾個指令 然後我會產生出幾個effect 所以其實 你對一個模組的描述 是很抽象化的 它會產生出什麼樣的資訊 讓別人去接收 然後它接受怎樣的指令 等下會有幾個 幾個模組 具體的例子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你在這個resperify上面 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模組 Motion Detection Facial Recognition Speech-to-Text Text-to-Speech 或是聲音的分析 Acoustic Analytics模組 那這些模組 可以直接溝通 也可以透過 雲端的大腦再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有哪些模組 其實我們常用的 第一個是 最常用的是這個 Dialog 就是把文字轉語音 語音轉文字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最基本的 所以這是我們最核心的多處 你只要去申請 你可以用Google的 Google的API 或者是用Watson的API 或者是像 Watson現在不會講中文 他會聽不會講 所以我們也有用工研院的文字轉語音 所以你只要申請一個他的帳號密碼 在我的config裡面填好 他就直接串通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inego 起來讓那個ROBOT能夠講 其實這個很快 其實如果你已經有 如果我電量PRESPAREPI 那個他會 麥克風 speaker接上去 應該一個小時就搞定 然後Keyask的模組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個ROBOT前面有大一個PANEL 所以大家看過PAPER 對不對 他前面也就是一個PANEL 所以我們之前在PAPER HANKERSON的時候 也有去 他控制他前面PANEL的方式 跟我剛剛BEDMAX的方式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剛剛有問題 沒有 所以 我補充一下 剛剛講說每一個模組 我們都把它抽象化 他可以收 他可以送出Speech的Event 到大腦 他可以接收大腦 叫他講一句話 所以 這是他的comment 這是他的Event 所以 每次你只要講話 講完一句話 大腦就會收到那段話的文字 你就可以繼續處理 其實網路上很多API 自然原則處理的API 都是在文字的level 去做處理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Speech Recognition 然後Facial Recognition的模組 他有幾個Event 當他看到人的時候 他就會往上送你一個人說 Event Face 然後你就看 看到Face之後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 這個Face 往左移動 Face 往右移動 或者是 有人已經 畫面裡面有一些移動 我這邊的畫面移動 其實不是用臉來做的 而是我們去算 三個Friend之間的差異 如果超過某個Stretch 我們就覺得這裡有移動 從雲端可以下一些指令 你可以叫他去Track 現在看到的人 比如說你下一個Track的指令 帶一個參數叫做Jeffrey 他就會開始連續照五張 然後會回雲端說 這個人我已經認可了 還有你也可以叫他Track 你叫他去Track了之後 其實像剛剛看到那個皮特斯燈泡 然後還真的那一個 其實他的功能基本上 除了剛剛那個自動 在介紹這個環境之外 他的模式 模式是這樣子 他每十秒鐘 會抬頭起來 然後左右搜尋 看有沒有能 如果看到臉的話 他雲端會叫他去Track這個臉 然後接下來你不管你怎麼動 他就會一直看著你 直到你離開他的事件範圍 三十秒鐘之後 他又會回到尋找臉部的事件 如果在一分鐘之內 又沒有看到臉 他就會睡著 就會彈 就會下去 但在任何時候 他醒著的時候 你都可以跟他講話 他講話就會有 接下來的有一些 在網路上可以去設計他兩對話的方式 那其他這個module 你可以從雲端去Push Text Image Cloud Video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其實這些都可以動態的從雲端來 所以這些你的文字怎麼來 你可以從Facebook來 你也可以從那一個來 那Circle模組 就是你可以設定 我們現在就是用 I2C的介面 那你就是設定你要哪一個channel 然後往哪一個Hosewist 鑽幾個角度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塊我們沒有包的很好 所以現場如果有馬達專家的話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把這個bub的更好 因為譬如說 我現在如果有 譬如說剛剛提克斯 燈泡 無根馬達 要連動 其實我們現在是個別控制的 但是我希望 像有些AI馬達 其實是可以同步的控制 那個蠻能做的 那溫度的模組 你只要插一個DHT22的這個溫度模組 它就會一直往上送溫度跟食物 送上去 然後LED LED 大家看到那個燈泡 所以你可以設定它的顏色 還有幾種情境模式 比如說讓它像機器人 像機器人就是它會雜音 它Random的幾秒鐘之後會 啪啪一下 然後還有睡眠模式 就是減暗減亮 反正就是有幾個模組 這些東西 combine起來 你就會覺得 其實你也可以做出溫度 就看你的你想怎麼做 所以我們大致上的架構 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這些小檔的部分 剛剛大家看過 它會接一個connection 到它的大腦 它的大腦 看你要放在哪裡都可以 那這個雲端的大腦 你可以通過IoT的架構 或者是WebSuppie的架構 那通過這個架構的一個好處是 你的connection 是從local端打到雲端的 所以雲端可以透過這個connection 再把指令送回來 它不會有firewall 也就是說 從你家打一個connection上去 那在這裡 你就可以用Line啊 slack啊 然後Facebook啊 跟它去溝通都可以 你的所有的邏輯設計都在這裡 那你在這邊要去code外面的API 例如說 Washen有API 然後 或是Google API Nakosoft的API 這些API可以讓你做更advanced的 以下分析 語意分析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 但是基本上你的大腦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了這個大腦之後 雲端的大腦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裡 去maintain你的stack machine 因為機器人其實跟原本的 那個flow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機器人是處在不同狀態之內的變動 所以我剛剛有講那個台燈的機器人 其實上他就有處在 slip face detection conversation 那我們 雲端機器人沒有secure reaction 但我們之前做的 有一些secure的機器人 當他detect到這個 是不認識的人 他又回答珠密 那個通關密語的時候 他怎麼就會採取一些行動 想要行動 你就隨便不講 但是就有蠻多行動 對 然後 所以其實像這邊 你可以一人是5 year long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送一個message 把他的照片 推播到你的facebook的帳號裡面去 然後看到一個奇怪的 其實這都可以做 Pokemon的平台都可以做出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 法國有一間公司 像netamo 他實際上做的一個quadah exactly就是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像hamazon echo一樣的device 然後那device 他看到不認識的人的時候 他那照片 他會把你推 記下來 推到你的手機裡面去 這個東西 用我們可以做 應該是兩個小時 就可以做 然後這個更複雜 我就不講 但是基本上 就是很多的 這個 這個demo的場景 是 我要tran這個roba 說 這個人 這是一個新認識的人 比如說 這是一個jeffrey 然後當你tran好 你認得他了之後 你LED就亮綠燈 就是這樣 所以他從一開始的語音說 Hey my name is jeffrey 然後他開始去trigger 這個message 一路打到上面文字 然後抽取使用者名稱 然後控制 facial recognition的 module 然後跟他說 我tran好了之後 再回房 說 我已經tran completed 我的competence 是80% 然後這個follow 才會進去往下走 然後這時候 控制LED的模組 然後跟他說 好現在亮綠燈 然後這個message 過來 小腦 還不可以到 然後小腦這個模組 接起來之後 就亮綠燈 所以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 不是透過這樣的架構的話 實際上也做得出來 你寫一個派上的程式 把全部mix在一起 也做得出來 這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這些code 沒有辦法reuse 我們其實花了很多工夫 其實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把東西模組化 所以每個模組的東西 有辦法reuse 所以我下次facial recognition module 我想要拿去下一個project 去做別的robot 然後我也是需要去detect face 我也要tran face 我也要做facial tracking 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些software 變成一個模組了之後 讓大家可以reuse 所以 語音模組 facial recognition module 然後還有扭意音模組 這每個模組 都是可以reuse 比較不能reuse的是這一塊 因為你的robot的邏輯 就在這裡 但是這裡也可以reuse 你直接把這個project 拿到另外一層 那個大腦就有這樣的邏輯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在做software的部分 時間有限 但是我可以先很快的 帶一點點就好 這一塊其實是 我們之前在pepper hack的時候 實際上 就把humix 裝到pepper裡面 現在市面上 比較商業化的 robot pepper now now是60公分 pepper是120 反正都是 他的baron 他們做出來的 那一個系列 然後所以 他基本的開發環境 其實是這樣 他自己有一個IDE 叫forkwrap 然後在這個forkwrap 你也是拉了很多action 那你可以想想看 你可以透過這些去控制 比如說什麼都要挑一個江南 江南的 然後 或者是講一些什麼話 但是這些就是 program好的機器人邏輯 他的大腦其實是在於 然後如果你假設我今天 剛好你也攻擊 requadr 是要做十個機器人 你就得program十次 而且要空到十個地方 但是在偷我們那種IoT的架構 其實所有的十個機器人 是連到同一個大腦 所以大腦去下指令 你可以一次控制很多機器人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用的就是 用Dialog的模組 收他聽到的話 然後控制他講話 然後用QI-Foxy的模組 可以控制他前面的panel 而且叫他去定義 去trigger他一連串定義好的動作 那真正的一些設計的邏輯 還是在語端 然後控制後來做API 所以我們後來比較 現在我們做ROBA 其實這個model比較會像是 我們不是透過這種 從機器人去往外callAPI的方式 而是把他的大腦 靠在無端某個地方 然後讓這地方去call很多API 你還去外面接什麼都可以 但是讓他往上送Event 往下送Connect 這種方式 這樣我一次可以控制幾十字幾百字都沒有問題 而且我只要改一個地方 所以這是我們的 Program model 這是那時候在 Pepper-Hackathon的時候 介紹的 介紹這個架構 那時候 其實我們開放的蠻多的彈性 但是後來是 其實 剛剛我們現在有多久 好 對 就是 還是有一些限制 不能把有些東西放在上面 因為 打得太開了 就是 控制 機器人的控制程度 可能控制太多 所以有些團隊後來沒有用 用Mix去控制配合 不過現在其實有一些 WODG裡面 我們也有看到 這樣的架構 其實蠻有彈性 去做很多機器人的Project 所以 我們現在其實 MN其實 在美國 挖繩那邊 其實也出了一套軟體 那一套軟體叫做 Robot Middleware 其實他也就是要從雲端 讓雲端的挖繩 去控制Robot 然後其實架構跟我現在講的 已經有兩樣 只是說我們這個都會出事 好 所以 我最後一頁 我想要帶到的一點 就是說 其實 我們在做的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是 都是Software的Module 然後這些Software的Module 沒有Bind在它真正的Hardware是什麼 所以 In a Robot 其實我們定義很抽象 只要他有 聽得到聲音 講得出話 看得到東西 這些感官的元件 你賦予給它來之後 你要怎樣去定義你的Robot 實際上都很 都可以 他可以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完全沒有看到星鐵 但他聽得到我 可以在講話 他可能我地方有個鏡頭 看得到我 但是他就可以 非常多講的話 以及現場 大家的表情 他就可以去處理一些邏輯 然後去Trigger一些活動 比如時間到後面的人 就要給我一些提示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到 都可以做得到 那像這些 這些Robot就是 你可以是真正的Robot 那一定沒問題 像這些 其實 小恐龍 其實之前挖身的小恐龍 也是 他 他就是一個玩具 但是他可以跟小朋友對話 他收集小朋友 在跟他講什麼話之後 真正有value 是 他把小朋友有興趣的主意 跟他父母講 所以這很慢 對 所以 你看這隻小恐龍 其實是見了 那另外就是 像 Amazon的Echo 其實這樣的產品 其實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 而且你看 Google也說了Google Home 然後 這樣子的device 實際上他也不會動 但是他聽了東西講的話 他能夠去提供你 你要的訊息 然後你跟他對話 其實不是按button 你是用自然語 而且慢慢的 你會發現這些Robot 不是只是Q 一問一答而已 他的一些個人的特色 會慢慢加進來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所以說我們說 我們講的東西的話 他都在雲端 然後他就知道 大部分 現在的技術 都是透過雲端的 我相信 你把網路關掉Siri 也不會我們 這樣感覺 對 所以 但是他們 會有一些 Local的引擎 那個是做WakeUp用的 比如說 Hi Siri 然後或者是 Hi Alexa 這些其實是 Local有一個 Special Recognition 的引擎 但是他只 只聽這個 WakeUp Code 之後的聲音 大部分都會送到網路上去 因為大部分的這些 都是在用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去Transcribed的引擎 所以像這樣的device 你到時候 會在很多地方看得到 我相信 會在音樂看到 Hotel 會看到 會在很多地方 其實這個環境裡面 都會有這樣的device 可以跟你互動 他不一定是真的做過關 然後 廣告一下 我們在 Humis Community 實際上我們 從去年開始 去年11月開始 大概 每個月 我們都會 教一個新的 新的功能 比如說 剛剛我講的那些Machine 我們大概都已經在 每個月都有教 教過大家一輪 然後 我們今年的12月 就是要把Eco做出來 所以我們到時候 會放一些3D的網路在網路上 或者大家其實 你帶自己的家裡的 比如說寶特平台 其實也OK 只要有一個RespirePi 然後 有一個銀效卡 能夠把 麥克風跟喇叭 接上去 我們會教大家 怎樣 透過完全free 這些resources 打造出自己的AO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 你在Facebook上面 找Humis Community 我們在12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活動 就是DIY這個東西之外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Maker的話 可以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 現在 comfo Maker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要比Eco 一定要在 我們如果做一模一樣的 就遜掉了 所以我們要做 我們要多加一個10-1 對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 Gcode上面的設計 其實我想要讓它 普通說廣時再一直旋轉 然後360的 一隻Technic 加一邊的Picture 然後 或者是 他在Maker之後 要做一些跟著人的動作 所以我還在 因為我不是 硬體的專家 所以這邊如果大家 有對機構有一些經驗 然後也畫一些3D Mark 大家可以一起來做做看 這邊有嗎 這邊有 我相信這邊一定有很多的 對 所以有興趣我們等一下 會後可以聊一下 我們十二 我們都是在每個月的月底 會有一個 U-Meter Compulity的趣味 那我這邊也有看到 也有參加我們一些 U-Meter Compulity的問題 所以我到時候 就大家一起來做 然後從頭 從頭做起來 然後 你就可以設計自己的對話 就是 你想要問他什麼問題 原本 好 這大概是我的最後一頁 到時候我這個 slide 會放出來 跟大家分享 一些基本的 U-Meter 從頭到尾的安裝 然後你怎樣透過 U-Meter 設計一個Facebook的 Checkbox 所以這邊都有些 我們應該用Show UI 有點重 好 大概到這裡 那我把時間 留給我們的 好 好 OK 那現在 再聲音一下 好 OK 那現在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的